欢迎回到召唤法力 我是节目主持人王鼎玉 你最想搞懂的新闻真意 让我来分析 在节目开始前 想分享个好消息 给各位听众 那就是我们召唤法力 默默的爬进去 podcast前100大咯 哇塞 这真的是一个超棒的消息 因为我们制播大概三个月吧 从一开始这样战战兢兢 很担心 大家不太希望来听 然后呢 到慢慢开始 一放上架 就开始有人 马上来收听了 然后现在这两个礼拜 留言越来越多 当然这个开心 对于我来讲 是一定存在的 因为谁制作节目 谁不想要有人来听呢 可是我觉得 更棒的点在于说 越来越多人 愿意来聆听 比较长跟讨论深度的东西 我知道 在学校之外 或者是毕了业之后 大家要把 这个精神放在 思索社会议题 或者是思索 平常不太接触到的 一些法律 或者一些社会观点 确实是辛苦的 尤其是我看大家讨论 下班开车 下班放学 搭捷运 为什么还要听 这么累的东西 但是越来越多听众 想要把新神 跟这样的一个心思 放在这样的一个 议题上面 真的很棒 因为像台湾两年一度 就这样的大型选举 很多的这个社会 或政治议题 飘来飘去 如果都这样 随政治人物 在那边喊假 那我们选民 不是很可怜吗 所以如果社会大众 就是大家越来越 有时间跟精神 甚至是兴趣 一起来接触 这样的讨论的话 那我觉得政治人物 就不会把我们当笨蛋 那也就不会发生 劣币驱逐于良弊的事情 好的 那言归正传 我们今天节目呢 要来聊聊 所谓的校园人权 为什么好端端的社会议题 会跑到校园里面去呢 这边是要从一个 令人非常有点 回忆起 过去被恐惧所支配的 这样的一个回忆 也就是青春的 这样的威权的感受 好 话说呢 在新北市呢 有一个国中 叫中山国中 那 现在的校园风气 越来越开放了嘛 包含教育部 也三令五声说 你要拿掉一些 什么法径啊 或是穿衣服的一些限制 大家知道 台湾的寒流 这个冷起来 也是受不了的 所以 可不可以在制服外面 加一些 电服 比如说帽T啊 或是预航外套什么的 可是偏偏呢 在三令五声 开放这些东西之后 新北市刚讲的 中山国中 还是 这个不让学生 做这样的一个穿着 所以学生当然很愤怒啊 能够半死啊 这眼看着学校违法 你不是老师吗 怎么可以带头 这样的以三犯法呢 所以 学生呢 有些人就集合起来 创立了粉丝专业 这名称叫做 黑特告白 中山股份有限公司 收集了 很多匿名学生 寄来的一些 检举的东西之后 由版主 向新北市教育局告发 好 那没想到呢 大家想说 以公权力的姿态 可不可以请学校 做一些改善 学生这边呢 想说 依法行政吧 可不可以请公权力 彼此之间能够制衡一下 没想到 在他的眼里 他发现 怎么教育局 没有动作之余呢 新北市另外一个单位 金发局却动作了 为什么 因为呢 金发局 也接获到匿名的 这样的检举 指出 刚才讲的 黑特告白中山股份 无限公司 这样的粉专 疑似在没有设立 任何公司登记的前提下 开始经营公司业务了 于是就把 这个组织 寒送地检署 侦办了 哇 怎么会寒送 原因是 金发局认为 刚才的粉专里面 有公司的名称 然后呢 又架了这样的粉专 看起来有在经营业务 没有登记 却经营业务 哇 这边可是一个刑事罪呢 所以就移送到地检署了 所以到这个捷骨眼 如果你是那个告发的学生 你明明是想要请教育单位 新北市政府 出来主持公道 怎么连 这样子一个 抱怀着冤屈的学生 也被这样子 移送刑事法办了呢 好 好在 最后这个新北地检署 明察秋 发现说 这只不过是个粉专 而且在调查当中 他们也询问 相关的版主及同学 后来才发现 这个无线公司的灵感 是来自于五月天 哇塞 这个案外案 这也扯到五月天了 因为五月天之前 有一张专辑叫 人生无线公司 所以呢 版主就以这样的一个 专辑名称作为灵感 把它应用在 他们这个粉专的名称上 所以也才叫无线公司 但他们实际上 根本就只是一个 开放式的一个 言论的一个空间 根本就无视的 所谓的公司经营 因此 最后 新北地检署 就颁发 这个不起诉书 给这样的版主及同学 他们的组织 就没有事情了 好 事情也没到这边 不管是中山国中 或者是学生的角度来看 都没有获得 应该有的一个对待 学生这边的委屈 并没有特别获得消除 学校的态度 还是高高在上 那另外一方面 中山国中 也并没有拿出 算是老师该有的态度 对学生 展演出一种 是非对错的一种 算是胸怀 所以 新北市政府 这边更是 发了一个新闻稿说 好 我们会彻底监督 教育部之前 颁发了一些命令 中央所讲的地方要做 好 你看 明明是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 中央的法规定了 地方的学校没有遵守 地方的主管 就会跳出来 把他矫正 就没事了 变成是学生被告 中山国中 在那边继续摆烂 然后呢 新北市政府呢 说了一场面话 我们会好好监督 什么事都没有被改善 所以这个 才让人 尤其是读者 看到这样的标题 这个学生怎么会被告 而且这个外套不是 已经吵翻天 威权时期 就传到现在一个老习惯了吗 好的 所以怎么看都 你能愤怒啊 这些香气 我个人呢 小时候对于 校方有一些 威权管制方式的 那些恐惧 或者是生气的感觉 我永远都记得 有一次在招会 我以前念的国中 他是有法径的 法径的 以额头来讲呢 是不能够 让刘海超过眉毛 可是我刚进去学校嘛 那刘海也是 人开始 到了一个年纪 会有点爱美 虽然也许看起来不美 但是还是会爱美的嘛 那于是在 这个招会 司令台升旗的时候呢 那训导处呢 训义组长就开始寻常 看到了这个不合格的同学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统统就给他剪刀拿起来 一咔嚓就剪掉 所以我永远的记得 这头被抓 就好像 只是你面对训义组长 训义组长面对你 然后他就用手 抓着你额头前面的刘海 然后就把他抓起来 然后就咔嚓 那种好像任人摆布 一种羞辱的感觉 我迄今难忘 这个就是学校 给我一种 第一次的反差 明明是要教授学问 大家彼此开心的 一个活动空间 怎么变成一种 上对下压迫我的一种 不舒服且羞辱的感受呢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原来大人也是会做错事的 从那一秒开始 也许就默默地种下来 就是说 想要开始去关心社会 也许其他的角落 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等着我们去发现 甚至可以像现在 比较有余力的 可以用空中的声音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事情 好 所以这一集的节目呢 就要来聊校园人权 我们这一集呢 就要来看看说 校园里面 明明已经解言了 这个解言已经20 30年了嘛 那为什么 偏偏在校园的角落里面 还有那么多限制 那这些限制呢 到底有没有违法 那违法的背后 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不能够指出违法 我们必须要治本嘛 所以要了解一下 背后这个现象的脉络是什么 因为似乎小时候会害怕 会生气 但不知道怎么样的事情 长大了 有些能力了 那我们就一一来点破 好 以下呢 我们就来聊聊 在校园里面 有哪些常见的违法的地雷 好 来来来 这个阶段 我们要来聊校园 会采到哪些法律的地雷 好 第一个呢 是禁止外加预寒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明明中山国中 在教育部305生之后呢 却还是阳奉阴伟 这边呢 我们可以来引用一下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 在2021年 公布的一个数据 它是针对 高中以下预寒衣物外穿调查 结果发现 违反刚刚前面教育部规定的 这学校高达八成 在两年前的数据 是高达八成 所以305生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这边各位稍微朗读一下 我们不长篇大论 第一个 这个叫高级中等学校 订定学生服装衣容 规定之原则 他提到说 天气寒冷的时候呢 学校就是应该开放 学生在校服内 及外 加穿保暖衣物 所以保暖衣物很多 随便你穿啊 什么蝙蝠外套啊 帽踢啊 毛线衣啊 围巾啊 我想这个都是 都是我们在进大学之后 穿到都不想穿了 每天打开衣柜 这个小半天累死了 有时候甚至还一度幻想说 回去穿制服这样多 想都不用想就出门了 那殊不知 以前在高中以下的一个 青春回忆的时候 就变成是 好想要穿蝙蝠 那种很矛盾的感受 所以话说回来 明明教育部就有定 这样的一个 服装营用的原则 教育部是中央 教育主管机关 什么地方 碰到这些东西 全部都违背了 所以难道说老师 这个扣扣声声 人意道德 却连法律或相关的行政 命令都忘记了吗 我想这不是一个 很好的示范 地雷一 明明叫你说 不要禁止外加遇害 却偏偏这么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地雷的 爆炸程度慢慢提高 不然好像是 一般生活琐事 第二个地雷呢 是无视隐私空间 这边好 各位去google一下 有个高中叫平北高中 那他们呢 就是教官呢 就闯进去 学生宿舍里面 做了一些 不定期的检查 讲到这边 目前为止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啊 教官闯进去 学生宿舍 是为了校园秩序 诶 就当妈的 宿舍真的可以乱闯吗 也许有一些 比较 小心的人会想说 宿舍是 校方的资产啊 所以校方的资产 那这个校方派 人 不管是教官 还是训导主任 还是随便一个 教职员都好 就是校方资产嘛 所以 闯进去是OK的 别人东西 派什么人去查 都一样啊 这边要建立起 一个基本的观念 我想这泛用性很高 有个试字叫 试字第535号 这套试字的一个重点 就在于说 如果一个空间 我们已经 这个交给 另外一个人去使用了 这边举办 像是租屋 旅馆 或者是我们这边 讲的宿舍 如果这个空间 已经合法的 交给另外一个人 去使用的话 那这个空间 就是那个人的 专属空间 那其他人 甚至房东 或者屋主 都不可以 这样随便踏进去 他那边就提到说 那号大法官的试字 就提到说 处所 这样交给人家之后 就是私人居住的空间 他就要跟 一般所有权 这个所有权底下 保障的住宅 获得一样的法律 对待啊 所以呢 是绝对不可以 这样随随便便 冲进去 去干扰别人 正当的生活作息 这是很堂的 所以呢 我想无私隐私空间 是很多高中 尤其这个办理 住宿型的高中 当然这都会型 可能少一点 可是如果是 郊区型 或者是一些私立学校 他这个集中住宿 你这样子 随便重进去人家宿舍 去侵夺人家的隐私空间 这也是在青少年期间 我是说校方 对于青少年的一个 处域当中 可能会忽略的 把他当小孩子 真是物品 这样子 这个幼体化来看 这样是不刻意的 好 再来第三个地雷 打造读书机器 大家有回忆起高中那段 被强迫念术的那种感受吗 每天坐在书桌前面 不到一个时间点 不能起来吃饭 不能去 开冰箱 不能去 福利市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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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点 好 这个打造读书机器 我们要更上层 什么意思 在相关的一个调查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学校 在一天当中 一到八的上课之外 还有所谓的客户辅导 那问题是 这个客户辅导 它在现行的规定下 它是一种软性的 你可以 开设课程 然后像一个社团的活动一样 让学生自愿性的去参与 这样的一个算是设计 这样的一个框架 无非是希望学生在 一到八这个节词之外 能够找一些 客余的一些活动 来填充他青少年 其他念书以外的回忆 你们可以回想一下 或者是我自己 以前我念私立学校 所以在课后呢 就是念书 因为我们有不断的 大小的这样的一个 月考 段考 周考 所以考考考考 我就觉得好像进了国中之后 一直到高中毕业 满天都是这个考试的 这个公布 时间表 还有这个考卷 还有检讨 还有这个不断的念书 这个好像回忆起来 好像都是灰灰的 平白的 然后扁平无力的 所以没有什么快乐的回忆 除非我有自己去参加一些社团 那是另外一个事件 所以话说回来 什么叫做打造读书机器 现在呢 很多学校呢 就撇开刚才前面讲的 教育主管机关三令五生所说 你不要给我弄强制性的客户辅导 但偏偏就有这样的客户辅导存在 所以呢 这样的强制性的客户辅导呢 就让很多学生呢 形同就是变成读书的机器 马克思常讲说 人类进到工厂里面 不断的这个劳动 最后呢 这个像机器一样 不断的这个重复做一些固定的事情 然后为了就是老板的产出 所以学生是不是也变成像读书机器 坐在书桌前面 不断的用精神劳动 最后就是要产出 校方跟家长所期待的分数 这样的话跟生产线上的那些工人 被雇主所压榨或者是剥削 有什么两样 只是一个吐出来的是产品 另外一个吐出来的是分数 有何不同 好再次强调 这个打造读书机器呢 才到的禁令就是所谓的 高级中等学校课业辅导实施要点 它规定学生是不可以 被强制参加所谓的客户辅导 而且课业辅导当中 也不能够教授新进度 这样让学生半推半就来参加 也是母汤的 好再来第四个地雷 我刚刚讲了 这个火热的程度 就要越来越往上仰了 这边的地雷四是启动思想控制 听起来很恐怖 威权的在威权 好2019年 长榮中学学生会就发出声明 这都是Google的道德 他指控校方呢 因为长榮中学 他可能有他的宗教立场 所以就令学生不得参加 有关同志议题的活动 否则将以回损效益的一个理由 来记过原成 哇塞 这边是怎么控制思想 如果你是长榮中学的学生 你去参加那个有关同志的活动 你回头过来你就被记过 请问因为处罚在后面 那你之前你敢去参加类似的活动吗 我想就不敢了 所以校方确实是一种强制力的手段 处罚 让学生不敢去参与他们心理的活动 你要知道 如果你不敢怎么想 就当然是无法充分的说 所以无法好好的想 就无法好好的说 那你的言论自由不就被前置了吗 所以控制思想 控制言论 这个故事就是莫此为生 好那这边踩到什么雷呢 我们这些地雷都是踩到法律的界限 是母汤的 这边的一个雷 很明显的就是 性别平等教育法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性别平等教育法 顾名思义 它就是让学生 不会因为各种性别 或者是特质 或者是认同 或者是性倾向 而遭受到教学 或者是相关等等的差别待遇 所以如果有学生 因为他对于性别 或性别认同 或性倾向的一些意识形态 就被校方给惩处 记过 以回损效益为由 这样处罚下去 那我想这当然是一个 血淋淋的 所谓的差别待遇 我们可以只是把一点讲 这是一个思想上的歧视 所以校方对于学生 这样幼体化的对待 启动思想控制 这是我们第四个 所谓的学校生活当中 容易发生的地雷 刚前面四个地雷 主要是集中在 学生在校园生活里面 他被校方 以违反法律的 一个规定的方式 然后活生生的给 算是碾压的例子 接下来要讲一个 算是扩大 校方人马的一个新闻 新闻里面就提到说 像联合报就报道过 多数学校 他就会要求会长候选人 他的学业成绩 必须达70分以上 而且不得有任何 记过跟警告的记录 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 刚才前面四个地雷 主要是说 要求学生不要做特定的事 那这个地雷呢 等于是说 你如果要跟 学校参加多一点活动 你就必须要听学校的话 你作为学校的一个 好宝宝乖榜样 我才会把你拉来 我的学校的组织 所以比方说 你就是要被塑造成 学校心仪的模样 你才能来担任 学校所为你开设的组织 这样形同不就是 你要配合学校 才能够做学校的人马吗 那这边踩到雷是什么 这边 法条名称比较长 稍微朗读一下 叫高级中等学校 辅导学生会 及其他相关 自治组织运作 注意事项 念到快断气了 但他立法说明就提到 在这个注意事项的立法说明 就提到说 学校不得依学业成绩 得性评量 出缺席记录 作为学生会会长 及其他干部的资格限制 所以 前面的地雷之所以 我这样子 算是报道过程中 这也是默默的心理中 越来越分开一点 就是明明教育部 或者是现行法律 都有一些三令五声的 明文规定 但是为什么 学校就是偏偏 给他用力的踩下去 身为市长 不应该是要 好好的保护学生 不要受到无谓的侵扰 甚至是陪力他们 一起来做一个 懂得勇敢 面对社会的公民吗 那怎么是反过来 好像把它豢养成 这个学校喜欢的 高级学生 就这样子而已呢 等于是矮话 幼体话 以及无视 每个人的人格特质 所以为什么我讲到现在 好像默默的生气 已经变成言语上 或者音调上的一个愤慨 就是因为 怎么可以无视于 这样子白子黑字的东西 然后就是大啦啦的 违反给学生看 好像就当做社会上 没有其他人懂法律 或者相关规定 然后就可以这样子 无视于 这个法治社会 应该走的一些模样 那我也是希望说 听众除了听完 这个东西之后 有一点愤怒 当然愤怒是一个 也许是必然的情绪之一 但是我觉得 或是包含我 我们应该是要 把这个情绪 转成对于校园生活的关心 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大人了 我相信多数听众 都已经成年了 所以在成年之后 也许我们忙于 这个现在的 学业的奋斗 或者是工作的打拼 但是我们已经有能力 或者是有勇气 去反对一些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有这个能力 可是我们脱离 那个被压迫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现在过得很安逸 所以这个时候正是一个很棒的时间 可以去回头过来 看看那些过往的我们 讲一个直白或者是穿越的一个想象 假设我们回到当年 那个被压迫的我们 我们现在有能力了 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扶起来 穿越时空 用手把你自己跌到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模样 把它拉起来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穿越的一个感觉 是我想要透过这个节目 散播给各位 你要说散播也可以 但我确实想要用这集节目 来传达这样的感受 简单来说就是 我现在有能力了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助 有需要的人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 有感觉的话 不妨各位拨一点力气 去看看你的亲友 或是你的晚辈 是不是也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 你可以跟他讲 你有更棒的知识了 你有更多的远见 你有更好的一个说话的一个能力了 不妨就分析给他听 告诉他什么是在法制社会下该有的模样 不要让他觉得说他被压迫 他很难过 但他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跟他讲吧 跟他分享吧 我想这个就是法制社会最需要的基础 自己就是彼此来讨论东西 好 以上的法律定例 我们强调的是他违反既有的法令 但是如果说某一个校园法律 立法者确实立了一些东西 难道说校方就可以无条件的把它贯彻到底吗 所以这边呢我们来继续探讨的东西就是 内容的正当性 下个阶段我们来谈谈 如果真的立法者哪天是新风 他用法律的位阶定了一些规范 可是这些东西放到校园里面就是很不搭嘎 甚至让学生这个叫鼓连天 他的内容正当性如果出了问题 我们该用什么角度去检视 就让我们进行到下个阶段 好这个阶段我们来聊就是说 假设立法者真的定了一些法律规定 把他手伸到校园里面的生活来做管制 可是这个管制呢 到底内容正不正当 我们要用什么标准去检验呢 这是我们现在要来跟大家做分享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不可以禁止这个学校生活 讨论一些同婚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性少数的话题 可不可以 那我想这边的一个概念 就要用平等原则了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法律存在 产生了差别待遇 即使在校园生活 我们也是要注意这个差别待遇 是不是正当的 所以第一个可以用来检验的标准 当然就是我们手之的平等原则 所以再次强调 如果某种法律规范 它对于我们的生活 不管在校园 在社会 在职场 产生了一个差别待遇 而且这个差别待遇 没有正当理由 那我想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歧视 好再来第二个可能性 但是这个可能性也掺着了一些 这个社会上的新闻 我这边是借用东华大学 曾经发生过的例子 他这边就活生生的出现过一个例子 就是 如果你在校内的生活 有一些法环 你法环没有绞青的话呢 我就不让你领毕业证书 所以假设立法者真的立一个这样的法 去管制全部的高中 那请问这样的学生 他面临到这个规范的时候 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思维 去检查这个条文 我这边建议的是 用比例原则 什么意思呢 比例原则强调的东西就是 我们所采取的强制手段 要能够达成这个目的 而且彼此之间呢 要有一个关联存在 可是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限制这个同学们 要绞青才能毕业呢 我想不外乎就是为了校园的荷包嘛 对不对 学生欠学校钱 看起来就是天经地 你就是要缓啊 对不对 你白黑字写了一些法 就是要吐出来嘛 好问题来了 你牺牲的是 学生基于学习 基于考试 最后达标的一个成果 你却把它抹杀掉 付诸东流 所以话说回来 如果一开始强迫大家把钱 吐出来是为了学校的荷包 你拿一个不太相干的 所谓的学业表现 这样对比 我就问 请问毕业证书 我们发放的标准是什么 一定是看它的学业表现嘛 那学业表现竟然会因为一个 所谓荷包 校园荷包没有被充实而被卡住 这两个相关吗 各位能够吞能下去吗 如果今天这个公司老板跟你说 我们因为这个公司的荷包的考量 所以你在平时的这些表现 我们就不给你这样的一个加分 加薪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好康的一个赋语 各位能够吞能下去吗 纯粹是因为校园的荷包 就把大家平常该领的东西 全部都抹杀掉 那我想这个东西是搭不起来的 所以我们一切在观察 社会上的一个运作 尤其是公权利的这样的一个贯注 我们特别是可以用比例原则来做对应 这边是一个很常用 非常好用的一个思维 介绍给大家 最后一个我想 也是大家青少年的时候 最常碰到的情况 敬爱令 敬恋令 如果今天真的立法者 被雷打到 他就定了一个法条 说全国的高中生 为了在拼大学的过程当中 全部不准谈恋爱 那我想 这边绝对可以再用一次 我们的比例原则来思考 首先 光这个目的就可以吵半天了 我们为什么要禁止 大学生谈恋爱 我想这个目的 能够断散台面 说了书是一个正当理由 就可以吵很久了 那当然我们可以挤出一些 比较保守 反动的一些角度 比方说 学生就是要好好念书 我想这样的一个角度 可能真的有一些 所谓的教育分子 真的会吐出这样的话来讲 可是 仔细一想 这个目的 真的是能够为了学生而存在吗 也就是说 学生真的是 在进到校园里面 他的一辈子 或者是说 他的校园的唯一指标 唯一的太阳 唯一的北极星 就是念书吗 在教育的现代思维下 我们真的把教育的目标 宗旨 跟读好书 考上好大学 是紧紧绑在一起的吗 也许很多家长会这样想 但这个真的是教育的真谛 我们坐在那边 牺牲了我们从 可能六岁 尤其是现在国民就演唱了 从六岁一直到高中 你真的要牺牲 那么多的青春 所以就是为了一个大学吗 你可能很现实 可能说很希望 但是你真的希望 这是教育的本质吗 不是 所以话说回来 比例验则第一个手中的就是 他的目的要很正当 可是你光连叫他禁止谈恋爱的目的 就收不拢了 那你这边 你要怎么谈得上这个敬爱令 是正当的呢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讲 硬掰下去好了 如果敬爱令的目的 假设是正当的 就是要好好念书 那我就问 禁止谈恋爱 跟好好念书有什么关联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你今天可能不想念书 你可能也会去开冰箱 对不对 小时候我们在家里准备月考 假设礼拜天图书馆没有开 或是下雨不想出去 在家里 你也许就是不想念书 你就可能去开开观观冰箱 也许冰箱已经开了100次 还是也不会变出一杯水熬杯出来 你就是想去开冰箱 为什么 就是不想念 所以今天每一个人想不想念 会因为谈恋爱与否 就有差别吗 想念的就会想念 说不定你还会因为 在青涩岁月当中 你可能想要吵你喜欢的人的还心 你把功课变好 对不对 很多那种classic 或者是那种很刻板的那种 高中恋爱影片 都是这样演的 对不对 好 所以话说回来 以比利悦哲的思考来讲 目的假设是正当的 那你敬爱真的能够达成 好好念书的一个目的吗 真的能够帮助吗 我想这边也是一大堆问题 可以去讨论 好了 上面几个地雷呢 当然是没有真实的发生在 所谓的台湾社会 我们只是想要 抛砖引玉 丢出一些假想的情况 让各位来思索一个点 就是不一定有法律规范 就代表我们人民 或者是学生 就要把这个规范吞下去 很多时候 我们都要去思考 这个法律规范的内容 是不是正当的 那这个正当与否 就可以透过刚刚讲的 平等原则 或者是比例原则 来做对照跟检验 这是想要透过这级 校园人权 特别传达的观念 校园如此 社会更是如此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难免会产生不公平的现象 那我们要用一些 法律的观点 来做于检验 法律的观点 有时候是人类几百年 几千年来苦痛的 智慧的结晶 我们把它捡起来 不要再掉进去 我们的老祖先 曾经掉进去过那种痛苦 好 以上呢 是我们帮各位整理的一些 现行真实世界 踩到了法律雷 跟想象当中 我们可以怎么去检验 它内容是否正当的一些角度 以下呢 我们就来谈谈历史的瞬间 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校园生活会是这么样的紧缩 背后有什么文化背景以及突破 就让我们进到下个阶段 前面谈到很多校园的种种的不公不义 或者是压迫 它其实渊源来场 这个起来有志 为什么渊源来场起来有志呢 我们可以把眼光拉到我们西边的欧洲 欧洲里面的德国 好 你要知道在这个皇室转为民主国家的过渡启堂中 国王或者是皇后都很希望保有一些权力在自己身上 哎呀 我权力都让给你社会 让给你议会了 你们可以用法律来自我管理 可是呢 请留一点空间给我吧 请给我一些可以自主决定的绝对领域吧 这个绝对领域是多绝对呢 比方说国王或皇后或贵族呢 可以对他所挾的一些成员 做一些无限制的管理 好 比方说公务员好了 他可以无限制的要求他做各种事情 包含加班 对不对 好 再来 加班至于成员一定会抗议嘛 所以他也进一步强化他的绝对领域 就是如果你有各种不满 拜托你不准去打任何的诉讼 好 所以这个成员 我是说除了刚才的公务员之外 在这样的一个绝对领域里面呢 就会有军人啊 还有老师啊 学生啊 或者是受刑人等等 好 那这样子啊 受到国王皇后贵族等这样绝对领域包覆的人呢 我们就会说 他就是进入到 所谓的特别权力关系里面 而这个特别权力关系这样的运作 我刚刚不是讲说在欧洲的德国吗 那怎么会跑到东边的台湾来呢 这道理很简单 日本 日本呢 在他这个二次战前呢 他是想要学习西方列强的一些运作精神 不管是从一开始的荷兰 慢慢演变到德意志帝国的运作 OK 他把德意志帝国内套 特别权力关系就原封不动 把它搬到日本国境内了 好 那再加上我们台湾呢 也是受到日本的这样的殖民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殖民时期呢 也就好顺顺的把这个特别权力关系的想象 搬到所谓的台湾境内了 而台湾在二次战后 回到 至少这个 某种观点看 是回到这个中华民国的怀抱里面当中呢 那中华民国因为进入到维权时期的统治 所以 也就延续这样特别权力关系的运作 给它扎扎实实地打了几十年的地基 在这些场域当中 公务员的运作 军队的运作 校园的运作 甚至是监狱的运作 都扎扎实实地有这样的文化 这个底蕴给它灌注进去了 所以 就算进入到解研 没有错 1980年解研之后 这个思维并没有透过所谓的解研的口号 而在我们头上散去 这样所谓特别权力关系的阴魂 还是在我们头上不断的盘旋 导致在校园里面 有时候 学生呢 还是会受到校方呢 这样子一个上对下 威权式的管制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 为什么中山国中新北市 这样子明明在三令五声的规定之余 他还是叫学生不准穿自己的外套上课呢 我想 这种上对一下 压制型的管理思维 并没有从校方这样的一个经营的模式当中离开 也许校方在他成长当中 他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一路变成少年 青少年 到了进到校园管人的时候 这个思维也许是根深蒂固 长在他们脑子里面 以至于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 或者是法律规范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过去怎么做 我们现在是怎么做 一个保守型的场域 就很难因应时代做一个跨时代的变化 好 刚刚讲到跨时代的变化 虽然我们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我们台湾尤其在学校的场域 灌注了很多特别学力关系的思维 但是这个思维 其实很不相容于我们现在的法制的运作模式 你要知道特别学力关系它强调的东西就是 某些高高在上的人 就是可以用他绝对无上的力量 去压制被他管的人 法治或民主是这样运作的吗 不是嘛 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 尤其是台湾的大法官 在很多机会难得的取得下 就慢慢的把它打破了 所以像公务员也好 军人也好 教室也好 其实都透过很多的视线的一些场合 慢慢的把这些 不能够跟国家 或者是组织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都慢慢的把它破解了 而在那么多破解的案子当中呢 学生呢 学生有没有这个事的努力把它打破 我想我这边就要介绍一下 事字第784号 它的代表性在于 以前学校的学生 是绝对不能够跟学校做对抗的 你要跟学校吵架可以 校内的申诉 或者是教育部的再申诉 打完就假仁而止了 你千万想都不要想 要去跟学校在法院当中 对簿公堂 用法律来一决身负 你想都不要想 但是事字第784号之后 这个巨墙就被打破了 就像彗星撞地球一样 把这些东西变得粉碎 于是乎在这个事字出来之后 学生真的可以跟学校 用法律的标准 在第三方独立公开的法庭里面 一决胜负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新的突破 但是这个突破绝对不是什么立法委员 也不是什么慷慨激浪的政治人物 而是一名在新竹的复兴女学生 好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 原因是因为这个副同学呢 他有一次考月考的时候 国中阶段 他因病请病假 那殊不知 因为病假的关系 如同我们的回忆 重考要补考的时候就打折 那打折的话 他当然不是很高兴 他有他的实力 他有他的能力 可以取得满分 或者是更高的分数 总之他觉得他有能力 取得更好的分数 那为什么学校打折 有点看不起他的一个读书能力 好所以他就去跟学校打申诉 或再申诉 但如同我前面所讲的 打完再申诉之后 就假然而止了 没得谈了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可不可以去法院呢 来一决胜负 也不行 前规则就打在那边了 所以左思右想知 后呢 也才发现 啊视线 所以重点出现了 这个打破学校高墙的人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 一名神武 或者是一个成年人 或者是一个打管 社会很多年的受孕分子 不是 他是一个为了维护自己权益 而且是多数人心中 幼体化的青少年 可是我想要强调的点 不是他有多么的神奇 而是任何人只要凭着自己 对于争取权益的心 再搭配知识 或者是社会的协助 其实任何人都有机会 去突破一个 我们过往无法想象的东西 于是就在副同学 申请示线之后 大法官也抓着时代的节奏 因为那一阵子 大法官用了很多试字去突破 那你要知道司法院呢 我是说大法官这边 他是一个司法机关嘛 很多时候他是不告不理 你如果不去提诉讼 他也是爱不忍住 所以刚好一个愿意提出 另外一个呢 也等着机会很久 所以一拍几个状况下 试字七八十就这样了 正式诞生了 再强调一次 这号试字的贡献 以前学生如果跟学校起冲突 是不能进法院的 也等于是被教育体系压得打 学生就只能够闷不吭声 把苦给吞下去 但是在这号试字之后 学校跟学生起了纷争 学生终于可以把争议 带到第三方独立的法院 跟学校一决胜负了 用法律的标准 而不是教育体系 这样代代相产的价值观了 所以话说回来 特别权利关系在台湾 固然根深低谷很久 但是透过法治的巨人 往前碾压也是慢慢的逐一破碎 甚至校园的这样的巨轮 是如何推进 既然是靠国中生 用他对于自我权益的保障 这样的精神 所大力推动 看起来很小的身影 但是有无比巨大的力量 我想就是这个故事 至少给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 很多时候时代的前进 都是靠一个意念 点滴汇聚而成 以上就是我们谈论到法律地雷 为什么会在校园这样根深蒂固 一个历史的背景 以及算是彗星要过天空的 一个视线的故事 以下就让我们进到今天的节目 结尾 今天的节目 我们从中山国中的事件切入 讨论了各种校园的法律地雷 以及跟各位分享说 可以用评论原则 比例原则等角度来观察 一个规范的内容的正当性 并且我们也提到说 校园特别权利关系的历史渊源 还有历史的巨轮 是如何透过信念而往前推进 所以这边要补充两个东西 来结尾一下 第一个就是 在事件发生后 在10月17号左右的时候 新北市教育局就发新闻稿 就提到说 教育局一定会持续督促 学校来落实正向管教 跟服役规定 来维护学生权益 他也提到说 金发局刚刚提到的某些单位 他们是依照法律 来韩宋司法机关厘清 所以他们是教育归教育 金发归金发 所以金发的移送 是为了确保公司 不要违法登记 所以彼此不是用 以行逼迷的角度 让学生不要做告发的动作 他发了新闻稿来澄清 我们基于节目制作精神 也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报道 而话说回来 刚刚前面提到 历史的巨轮 如何透过信念前进 我这边想要引述 哲学家沙特 一个很有名的名剧 叫做存在限于本质 怎么说呢 以我们录音 当下我面前有个麦克风 各位想象一下 录音的麦克风 它是先想象 它的一个使用目的 再去制作 还是它先做出来之后 有一个黑黑的 这样金属状的东西 我们要拿来干嘛 是这样吗 不是吧 应该是先想象 这个麦克风 它要达到什么效果 我们再按照这个效果 反过来去设计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麦克风 这个叫做本质 限于存在 但是人类 人类是这样子存在限于本质吗 我想不是嘛 应该不会有人的爸爸妈妈 是在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的 风雨交加的夜晚当中 想说我要制造一个 什么样的小孩 才把各位这样的 刮刮落地 是这样吗 应该不是吧 所以所有的人类 包含我都应该都是 存在限于本质 我们都是先存在 这个世界上之后 经由自我的找寻 经由校园的熏陶 经由社会这样的探索 慢慢找到一个 我们在社会上的角色 并且我们因为投身于其中 然后把它发展光大 所以所有的人类 应该都是存在 限于本质 跟麦克风 本质限于存在 刚好颠倒过来 那正因为人类是 存在限于本质 所以依附于人类身上的 这些社会规范 或校园的运作模式 应该也是这样子 我们是 这个经由存在之后 比如说校园盖好之后 我们才会去设计一个 校园内部的规则 所以这个内部的规则 也可能会因为 我们当下设计的时候 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我们没有想到那么多 我们过去很保守 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很前置 所以时代往前走 就应该要去检视过去 到底有哪些不对的地方 不能够依循 把它全部都保留下来 要这个文风不动 所以历史的巨人 要怎么前进 永远记得 存在限于本质 所以校园生活也好 或者是社会的 种种规范也好 都有劳 或有待大家 一同去关心 毕竟我们是 存在限于本质 这些本质 应该是我们 一直去探索 随着时代而前进 不会是变成一些 白财子 永远的捆满着我们 好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大黑 欢迎各位听众留言给我 并且经由社群媒体 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收听 一起来关心社会的运作跟发展 那么召唤法力 我们下次见